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早上好 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文昌帝君音质文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55句 物说人之赠颂 那么这句是帝君教导我们 不要调缩人互相发生争执 甚至是诉讼 安石先生注解当中说到 争与送有别 争者尽行之于口角 送则直见于词状 争和送两者有一点区别 争就是在口叶上造的 发生口角 但是送呢 这就是打官司 一直打上公堂 这个词状就是状指 下面说 从来善斗者必死 好送者必亡 亦尽失足 加身家荡尽 如何复活 欲毁无忧 这自古以来 我们看到好斗的人 好争的人 他的下场 必是死路一条 好争送的 好打官司 最后必定是家破人亡的下场 正如古人所说的 强良者不得其死 好胜者必受其敌 这强良者 这是以为自己呢 有强势 要跟人家争 要跟人家斗 都是不得其死啊 好胜的人 爱跟人家 争送 必然会遇到 他的敌手 可能是一生 每送必胜 但是最后 必定会有一次失足 那下场 必定是家破人亡 所以这下面讲到 一经失足 就身家荡尽 谁能保证 每次打官司 必赢 诸子 自家各言里面说到 居家 借征颂 颂 颂者 中凶 所以啊 人 一到打官司 下场 必定是 凶多吉少 他可能 他可能 身 会遭到 牢狱之灾 家 可能会 倾家荡产 就像 飞蛾扑火 征送下去 到最后是 一发不可收拾 想要后悔 也没有办法了 我有一个姑姑 在香港 她本来呢 在香港 工作生活都算不错 那有一次呢 在工作当中 受了伤 受工伤 结果呢 他要去告老板 让老板赔偿 大笔的医药费 老板 他不愿意 就打官司 这官司一打 就是啊 二十年 结果呢 我的姑姑 真的是最后啊 深心憔悴 我一开始 就劝他 不要打官司 宁愿吃亏 不要跟人接约 吃亏 吃福啊 结果他没听 劝了很多次 都不听 最后 真的是 欲毁无忧 现在年纪也大了 身体也衰残 真是很可怜啊 我就劝他 不再跟任何人 过不去 要把这个怨恨的心呢 放下 要明了因果报应 这一生 为什么他会对我这样 他不肯赔偿医药费 这明明是工商 按照法律 应该赔偿 但是他呢 却千方百计 请了很好的律师 来辩解 最后他胜诉 那这是我们自己要知道 前生的因果 过去欠了他 这一生就得还 逆来顺受 心就平了 找觉悟啊 就少痛苦 晚觉悟呢 那就得多吃苦 那现在觉悟也不晚 要放下 这个身心世界 求往生 这个要紧 要是还要跟这个世界上的 任何一个人 有怨恨 有矛盾 不能够化解 这是自己啊 障碍了自己 到最后 真的是啊 再来六道轮回的时候 又是渊源相报 那真的叫做 如恶复火 欲悔无忧 下面按时先生又说 就其所以致辞者 大地非因填坊 起见 几位斗殴星波 这个诉讼 争斗的原因 不外乎啊 就是这个 一个是争力 一个是出气 这个因填坊 起见 填坊是指财产 那争财产啊 就会有争送 或者是呢 因为斗殴 斗殴是因为啊 这个发泄自己的 称慧 所以不外乎啊 贪嗔 两种原因 总结呢 都是啊 愚痴啊 争送的人 都是愚痴 那么为填坊者 无不爱惜钱财 岂之一进对步啊 必至费尽钱财 你看这是不是愚痴呢 为了这些财产 去征送 去征送的人 那肯定是爱财的 如果不爱钱财 他不会去征送 但是他爱钱财啊 也爱不对路啊 用征送的手段 对步公堂 那花的诉讼费 请的律师 这种花费 还有自己 人力物力 心力的投入 那真的是 耗尽了钱财 耗尽了精神 最后真的是啊 即使是胜数了 也就已经输了 下面说 为斗殴者 无不欲固体面 岂之一跪宫廷 反成薛尽体面 好斗的人 这口气也咽不下去 这什么呢 把面子看得太重了 这是这些一般呢 愚夫所说的 我死都要把 争回这口气 这称惠啊 称惠的根 就是愚痴啊 他用征送的方式 打官司 出这口气 为了争一个体面 哪知道啊 上了法庭 就没有你体面了 那个法官 警察 那是专门对犯人 把你当作 阶下囚一样的对待 你这个古代啊 是柜子上述 你已经削尽了体面了 所以这是不是愚痴呢 下面说 比送而败者 故以烂恶交投 即送而胜者 亦负金心丧破 你看 一打官司 没有赢的 这个 虽然在表面上有胜负 那打输了的 固然就是 焦头烂额 那打赢的 也没好日子过 都是精心丧胆 在诉讼的过程中 这个时间不定 可能是半年 可能是一年 可能是三年 可能是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甚至一辈子 就打着一场官司 日夜 都没有安稳交税 你说可怜不可怜呢 你要真正的东西 远远抵不上 你所付出的 你付出的 不仅是钱财 而且你付出了 你的精力 你的健康 你的青春 你的寿命 为什么要争这么一点点小力 出这一点点小气呢 所以下面说 是真理憔悴 倾家荡产 那个时候 才悔悟 真的 假如当初让他一步 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悲惨景象 对方虽然是横溺 虽然是男人 但是你只要能够稍微宽容一点 所谓 退一步 海阔天空 就何至于今天 这么凄惨 当初如果能够 礼遇 情想 情饶 就是能够 明白一些道理 在情感上 能够饶恕对方 宽宏大量一些 知道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对方人 他也是人之初性本善 就是一念糊涂 才做糊涂事 何必要跟他计较 放大心量 这是有智慧 把这个宫门的壮旨 就收回来了 这个真是 白忍成金的 能忍得过 这就是有福了 这是消业障 所以下面说 忍耐者 方为智识 说人者 岂是良民 我们 能够忍住 不去跟人 争诵 这是有智慧 自己绝对 不要去告别 宁愿吃亏 宁愿上当 宁愿受屈辱 知道 这是还钱生债 佛告诉我们 人生本来就是 仇业而来 除了仇业以外 没有别的事情 仇业就是还债 他来贪我便宜的 他来欺骗我的 他来侮辱我的 他来甚至杀害我的 要知道 他起心动念要这么做 正说明了 我欠他的 如果我不欠他的 他不会有这个念头 要这么做 所以还他 古代有一位高僧 坐在山野当中 人家送给他 一对新鞋子 他把这鞋子 就挂在门口 那个地方很多强盗 常常偷东西 可是这个鞋子挂了一年 那个供养的人 再去看他的时候 那鞋子还挂在那 那个人他就问老和尚 为什么这鞋子 你挂在外面 这么久了 居然没有人拿你的 而且这里强调 强到这么多 老和尚说了一句话说 因为我全身没欠他的 挂在外面 他们也不会拿 你看 身性因果者 心是安的 真的 全身没欠他的 他就不会起心动念 来损害我 他损害我 正说明我全身欠他 那就得还 还到什么时候为止 他觉得满溢了 他不再损害我了 他就收手了 那个时候 债务就了结了 我们自始至终 不要生怨恨 一生怨恨 这个渊源相报 就没完没了 这是智慧之人 那我们不要告别人 别人告我们 我们也绝不要 跟他对面 读上法庭 学佛的人 如果还要上法庭 跟人家争 这已经有损了 佛门形象了 那我们有时候想不通 那别人告我们 他无理 我们不要对变公堂吗 那世间人 是要对变公堂 真正学到的人 一切逆来顺受 不用上公堂 不用对变 明知我有理 也不去辩解 他如果真的 因此而胜数 我败数了 也是我要还赞 如果我没欠他的 他不可能胜数 他告不倒 要这样想 这个忍耐 真的是 里头的学问 极深极广 过去曾经 读过一位主师的 这个故事 这主师名字 我不太记得 他呢 是啊 在年轻的时候 住在一个寺院 结果呢 寺院旁边 有一位啊 女子 因为犯了邪淫 所以啊 这个怀了孕 结果呢 这个女子啊 她不肯的承认自己的邪行 反而呢 诬赖 这个寺院里面的这位法师 是说她 强暴她了 让她肚子大了 你看 这样侮辱人 那 这种事情发生了 这法师在寺院里还有面子吗 立即啊 声明啊 扫地 大家都歧视他 都骂他 破戒 那可是法师呢 一句话 就说道 我没这么做 说完之后 也不辩解 后来孩子生下来了 他就把这孩子收留 抚养 在这寺院里面呢 整整十六年 你想想 十六年 找多少人的白眼 找多少人的毁谤 可是法师 忍耐 深信因果 过去啊 欠了别人 过去可能就是这样子毁谤人 侮辱人的 造谣声势 无中生有的 编一些 这种啊 毁谤 陷害 这一生才会有这样的结局 所以呢 丝毫了 称慧都没有 十六年过后 突然有一天 那个女子啊 良心发现了 向大众忏悔 说自己是 诬赖这个法师 那是自己造了邪音 不关法师的事情 法师是清白的 啊 这样大家才知道 这十六年 冤枉了他 真相大白了 所以要真学佛 要以这样的 法师 这样的祖师为榜样 要知道 万法皆空啊 因果不空 这个世间是梦幻报应 这个世间是梦幻报应 我们不要执着它 不要把这些事情当真 全当做梦 梦里受多少苦 都无所谓 反正是做梦 那受的苦 是因为有因果 因果不空 酬长前生债 幸好这个债 它是梦 不是真实的 你真正明了了 你心不会苦 利得心安 所以学佛人 绝不要跟人赠颂 那么下面的 说人者 启示良民 教说人 赠颂的人 那你就想想他 这种纯心 多么险恶 哪里是良民 可以说真的 应得上尽 自己征诵都不可以 怎么可以 教说人去征诵 安氏先生 把这个 不说人之征诵 暴力 分析得很透彻 下面为我们 举出三则 立案 来说明 这里面的因果 第一个 立案是 雷氏未诵 出自于 诗古篇 这是讲到 唐朝 雷夫 这个人 天性 仁慈 与世 无争 他的先祖 很早 那一代 一直都是 忠厚 传家 到 夫这一代 已经 十一代 没有 跟人家打过 官司 没有告过状 不简单 你算一代 算二十年 十一代 两百二十年 这个家族 没跟人家 打过官司 所以 后夫 无穷 雷夫 后来 考上了 进士 做官 又很 清廉 一直 升到了 太子 太师 这是一个 极为 有威望 有地位的 官位 所以大家都知道 是这一架 既得 行善 有这个 美好的果报 暗示先生 在评论当中 说到 为客 有荣 鲜血 忍耐 忍耐之久 度量 智能 宽和 这个 要想 培养我们的 宽宏 大量的品格 首先 要学忍耐 忍耐的功夫 做久了 这个度量 你自然就能够 宽厚 这个气色 也能够 祥和 所以能忍 是福 白忍 成金 从前 有个人 叫谢雄 他天性 就不爱 告状 不爱 揭发人 有一次 邻居 夺了他的地盘 别人 都劝他 要告这个邻居 他笑着说 他能霸占 我这个土地 难道 可以霸占 我的上天吗 所以 根本不跟 对方计较 这个量大 就福大 量小的人 儒家里面叫小人 按时先生 讲的第二则案例 叫见机免货 出自于 会窜 功过阁 讲到 在河州 有一个村庄 有一家人 养了一百只鹅 有一天 这些鹅 吃了邻居家的 稻骨 邻居很生气 一下子 就打死了五十只 五十多只鹅 鹅的主人 他妻子看到了 当时就很生气 可是马上转念一想 如果现在要去告他 那么按照自己的力量 是难以告赢的 如果一定要告赢 那就要请宋师 就是律师 可能又花费很多 而且呢 这个事情 如果让我 我丈夫知道 那他肯定啊 怒火从天 大打出手 会裸出大祸 现在他丈夫正在 喝醉了 还在睡 所以这个妻子 想到 不如暂时忍耐一下 结果呢 他就把这些鹅通通 都捡回来 被打死的鹅 回来呢 这个 腌制 做鹅肉 结果呢 第二天一早 这个打鹅的邻居啊 突然就爆死了 那丈夫呢 也酒醉醒来了 后来听他太太这么一说 哎呀 捏了一把冷汗 说呀 如果昨天呢 我要是知道这个事情 我肯定会呀 成这罪意呀 达人 那今天 可能家破人亡的 是我呀 不是他 所以 你看 这些都是懂得因果的人 明理呀 虽然是农民 但是呢 过去人都受过因果教育 所以在这个 难忍之处 忍一下 就能够避免了 很多的祸患 暗示先生评论当中 说到 人与愤怒之时 忽作退一步下 便可保全身家性命 消逝烦恼怨家 确实如此 所以人 在气愤的头上 能够啊 回观反照 做退一步下 忍他一忍 让他一马 没想到 这个可以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 而且能够啊 化解跟冤家的仇恨 这种功德就无量了 所以啊 这一位妻子 虽然是啊 这个 一个村民的妻子 但是就在这种 该生气的时候 忍了一下 得到的利益啊 你看 多少啊 所以 从前呢 范文正宫 说到 这是范宗燕先生 心中愤怒 不如羞 何须 惊献 又惊周 纵然费尽千般计 赢得猫来 输去牛 这是范文正宫 这是范文正宫 劝我们啊 忍耐 不要赠颂 赠颂啊 往往都是心有愤怒 有愤怒的时候啊 停一停 歇一歇 转移一下注意力 让心平下来 那一看呢 问题倒并不是啊 想象当中那么难的解决 何需要啊 又去告官 告县的官 告这个州的官 现在讲到这个 县一级人民法院 市一级人民法院 省人民法院 甚至闹到中央 何必呢 纵然呢 费尽了心思 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你赢了 你赢了一只猫 你输了一只牛啊 得不偿失啊 暗示先生 第三个案例 讲到贵子狐妖 是感应片里面出来的故事 这是在书州 有一个官吏 叫做何应元 他生了一个儿子 叫何生 那么这个孩子啊 四岁的时候呢 就到外祖母家去了 路上呢 经过灵家山 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呢 忽然呢 看见了远方有灯火啊 人马来了 那么来到这个孩子 住的地方 就马上回避说 这是何家的少爷 在这里 我们应当回避 说完呢 这些人马啊 都从另外一条路走 结果呢 他奶妈回来 把这个事啊 告诉了何应元 何应元听了之后啊 很欢喜 认定啊 他自己的儿子呢 一定是一个显贵的人 你看 鬼神都敬重 结果到了何生 17岁那年 忽然间呢 双目失明了 这何应元就非常的愤怒 怎么会是这样 结果就请来了一个道士 来招神 希望啊 鬼神指点一下 结果神呢 就附在一个人身上 这就所谓 嫁妻扶乱了 这神就 附身来说 说你的儿子啊 本来会考中 做官的 只因为你啊 在做官的时候 曾经接受了人的贿赂 使无辜的人呢 入狱了 所以上帝啊 就下令 断绝你的后代 这个孩子呢 是个贵子 你啊 没有福 享有 他呢 将要投生到别的 有德的人家里了 结果真的 没多久啊 这和珅呢 就死了 所以啊 没有德行啊 留不住贵子啊 暗示先生在后面评论中说道 与我有缘啊 与我有缘啊 方为子孙 有缘之中啊 贤于 必备 存乎人之自招儿 赫赫贵咒啊 竟以一款淡杀之 可爱 所以儿孙 投到我家来的 那都是跟我有缘 不仅是有缘的 而且呢 是跟自己的德行相匹配 贤于都会有 贤是贤德的人 于是啊 这个 愚蠢的 根性差的 甚至是啊 心地恶的人 那么 儿孙的贤和鱼 都是自己啊 招来了 真的是 祸福无门 为人之招 儿孙也是啊 孝与不孝 贤与啊 鱼 通通是为人自招 我自己是贤的 是是有德的 自然有啊 贤德子孙啊 来投生 我自己如果无德 那么自然也有那种啊 无德的子孙啊 来投生啊 人以类聚嘛 所以这个 例子里面呢 真是可惜 赫赫贵咒 这个咒啊 就是 贵族子孙的意思 很显赫的 这个 很有福报的 后代 投到这个赫家 结果呢 这个 和应援 竟然为了一点点啊 贿赂 贪取这么一点点钱财 而把自己的赫赫子孙呢 断送掉 这太令人痛心了 这是说了什么呢 说人征送啊 另外一种 是汤章王法 感应篇里讲的 弃法受禄 这都是这一类啊 心里没有公道 凭着私心 私好 去裁决 去冤枉人 那 果报 都是很惨 那么做这一个种啊 行业的 一般是有做官的 那比如说 在法院里 法官 还有一种是做律师 执法人员 如果呀 没有公道 之心 以自己呀 私自的好恶 来裁决 那个因果就中了 这个因果是什么呢 虽然可能给你蒙混过关 阳间法律 没有办法制裁 但是 自己会得一个 断子绝孙的报应 那做律师的 我就认识一位律师朋友 他很难得 他说他 学习传统文化 虽然做律师的行业 但是呢 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他不希望人家打官司 人家来找他 人家来找他 当然都是因为有案子 请他呢 诉讼 但是他呢 尽量的来帮人调节 化解双方的矛盾 希望呢 和解 这个不要啊 对簿 公堂 本来律师啊 这个 会希望 哦 你打官司啊 我有诉讼费啊 可能都是这么想 但是他不是这么想 不叫所有人 要欣赠颂 要欣人的赠颂 欣事宁人呢 这就有应得 那么从这个律师的行道 我们推而广之 不管做什么样的行业 都要众议倾力 不要把例子啊 看得太重了 看得重了 往往会啊 因为一点小力 自己吃的因果 自己扛不了啊 那律师 为了征得诉讼费 教授人征送 或者是医生 为了挣多一点医药费 故意呢 让病人呢 来多看几次 或者开一些啊 昂贵的 而没有啊 疗效的药 或者是老师 他不能够认真的上课 而误人子弟 或者是为了 这个 多收学费 而啊 这个 用种种的手段 来招揽学生 欺骗学生 这都是啊 最损应得之处 所以 勿说人征送 说到底 还是要先把我们的私心 放下 存着公行 这一切啊 都证了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了 第五十六句 勿坏人之名利 安师先生 注解中说到 名者 立身之巨 立者 衣食之源 求之甚难 坏之甚异 于欲坏之时 想到求者之辛苦 忍乎不忍 世间人 当然 都重名利 名 是啊 这个立身的工具啊 人都要讲究一个明解 正人君子也讲究一个操守 名不正啊 这言不顺 都要正其名 希望啊 有一个良好的名声 这个力呢 它是啊 衣食的根源 我们一天的 饮食 这个 所用的 这些啊 都属于力 那么这是人 不可或缺的 那么 求来 名利啊 是很不容易 但是呢 破坏啊 人的名利啊 就很难了 就很容易 特别是名 要知道一个人 一生能保持他的名解 像白玉一样啊 没有啊 瑕疵 这真的是啊 非常非常难 但是 要破坏一个人的名解 是很容易啊 可能就是一句 闲言闲语 毁谤终伤 就把人的名解给破了 所以想到 这个求名利的人呢 他们的辛苦 得到不容易 我们怎么能忍心破坏呢 那么学佛的人 不求名利 不求名利啊 也不是说 他就没有名利 他只是心中 不向往之 他向往的是道 向往的是啊 出离生死 而真正有德之人呢 实至名归 有德 自然呢 就会有财 财力 大学里面讲的 有德 此有人 有人 此有土 有土此有财 所以名利呢 它是啊 自然涌向 有德之人 或者是有财干的人 这不是啊 说我们 希求就能 希求得来的 那如果 对于有德 有财之人 我们蓄意 破坏 他们的名利 那个造诣 就太重 太重了 因果 报应 就太惨 太惨 安石先生 下面说 逆风 扬灰 往往 鲜污 其体 扬口 拓人 又是 反堕于面 离 是 故 这是用个比喻 来说明的 如果你扫地 地上很多灰尘 你呢 逆着风扫 把它扫起来 结果呢 自己啊 就会先玷污 自己的身体了 如果你扬口吐痰 向天上吐 你刚吐出去 没过一下呢 马上那个痰就掉下来 掉到自己面门 这个是什么呢 自然的道理啊 是故坏人之名者 显然损自己之名望 坏人之利者 隐然 消自己之扶原 所以用这个比喻来说明 破坏人家的名和利 其实正是破坏自己的名和利 虚异的破坏人家的名声 那自己的名望呢 也就受损了 自己变成个小人 所以古人讲 来说是非者 必是是非人 好讲人是非 好批评别人 损害别人的这个名望 这个人 本人就是小人 真正有智慧的人 一眼就看清楚 像这种人就不能叫了 破坏别人的利养呢 这个暗中啊 这已然是暗中 已经销毁了自己的福报 因为他内心里 不希望人得利养 既然呢 这个不愿意啊 利养 他自己怎么会有利养 他的福也就因此而消掉 这是最可怜的 实在讲 破人之名利 真正就能够破了得了吗 能破得了的 固然是 全身有因果 那要知道 我起心动念 造这个恶业 就会啊 得到很惨烈的报应 人真正受损害的 倒不是那个 被破坏名利的人 而是自己啊 这个 有意破坏 固然是 罪恶甚重 即使是无意之间造作的 他也有果报 下面安氏先生啊 就举了一个示例 是从啊 唯种共建 这部书里面呢 提取出来的故事 叫入围 长夜 这个围 就是古时候啊 考乡试 考试的 那个 考场 那么 比如说春围 秋围 春秋两季 的考场 那么这是讲到清朝 康熙年间的事情 在我们这个安徽省啊 合肥 有一个人啊 徐某 他是出身于啊 名望的家族 那么 他的兄长啊 也是在 某省啊 当官的 那么有一次呢 有一个读书人 给他呢 送了两百斤的礼 二百两黄金 就托他呀 把这个读书人呢 提拔到第三等 那我们先不要不说 这种做法对与不对 这个读书人 这个读书人 总是为了他自己的名利 所以呢 送这个钱 请这个 徐某啊 来帮忙 这徐某呢 当时就收了钱 而且呢 答应他了 但后来啊 事情太忙了 你就把这事忘了 没有帮忙 那么到了考试啊 接吧 那个读书人呢 看到自己啊 竟然是六等 不是三等 他一想 这个名利都落空了 于是很气愤 想不通啊 就上吊自杀了 那么他的太太呢 心情也是 因此很郁闷 不久也病死了 你看 这一下就两条人命 后来 又过了几年 徐某啊 到他自己啊 去应试了 当他走进考场的时候啊 突然就看见了 那个读书人 站在他的 这个考房里面 在古兽考场 一人一号 啊 一人一个 这个小小室 考试啊 这是教室 一个人一间小屋子 这么来考试 结果他走进 自己的内号房 突然看见 这个读书人 因为他知道 这个读书人 已经上吊 自杀了 这是鬼 所以他当时 就神经错乱了 这种读书人 就算了 这种读书人 就算了 读书人